俗话说,想健康,多喝汤,尤其是气温逐渐变冷后,回家就想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汤。 然而,有些看似美味的养生汤,却暗藏着不少的危机,高油脂、高盐、高票令、亚硝酸盐超标、损伤、干肾的某些中药,温度过高太烫损伤黏膜,因为喝汤导致入院的报道也屡见不鲜。 下面这些关于汤的错误做法,不仅对身体健康没有益处,还可能加重定情、致癌,爱喝汤的人尤其要注意,义奶白色的汤,更有营养。 很多爱喝汤的人都知道,奶白色的汤喝起来更香,因而就有了汤的颜色越白,越有营养这种认知。 其实,汤之所以发白,是因为脂肪,很多人在煮鱼汤时都会尽量把汤熬得白一点,认为这样的汤比较有营养。 但其实奶白色的汤是乳化脂肪,没有脂肪的汤一般是不会呈现乳白色的。 由于奶汤喝起来比清汤更有风味,所以会令人产生更有营养的错觉。 对于痛风病人以及三高患者来说,常喝奶汤会导致脂肪及热量超标,又使血压、血脂、尿酸、血糖增高,促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及痛风的发作。 因此,以上这些人最好少喝奶白色的汤水。 二,高尿酸,痛风患者,少喝三种汤,除了高汁,喝汤时还需要注意高票令的问题,尤其是高尿酸,痛风患者,以下三种汤不建议喝。 海鲜汤,虾,扇贝,螃蟹等海鲜的漂亮含量非常高,和海鲜熬煮的汤,亦引起痛风发作。 火锅汤,很多人吃火锅时喜欢喝菌菇,番茄等锅底的汤,认为养生又健康。 其实,一旦在锅里涮煮过肉,菌菇,海鲜等多种食物后,看似清淡的汤里漂亮含量往往很高。 颜色乳白的肉汤,红肉类,猪肉,牛羊肉等本身含有高票令,长时间熬煮后,汤里不仅高汁,还会高票令。 三,汤要趁热喝才够滋味。 天气逐渐转凉,加上很多汤放凉之后,会出现油脂分层,腥味等影响口感。 不少人养成的喝汤习惯是趁热喝。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,喝了一碗热汤,或者吃了一顿火锅后,牙龈和上额会出现红肿,麻木的感觉。 这其实就意味着口腔粘膜被烫伤了。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,饮食过烫甚至有致癌风险。 口腔和食管的表面是一层胶嫩的粘膜,食物的硬度、温度都会对它造成伤害。 其中,温度对它的影响特别明显,10摄氏度至40摄氏度最合适,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勉强能耐受。 65摄氏度以上会造成烫伤,食物从口腔到食管,再进入胃部,大约需要9秒钟。 这就意味着,如果吃了一口烫的东西,口腔和食管要承受被烫9秒钟。 偶尔烫伤,粘膜倒是还可以自我修复。 但是经常趁热吃东西,食管在长期反反复复损伤、修复、损伤、修复的过程中,发生不良修复的几率增加,可能导致不正常的异形性细胞越来越多。 恶变就可能发生了。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,曾在2018年发布过一项警告,引用超过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,有增加食道癌的风险,并且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列入了二类致癌物名单。 致癌风险仅次于最高级一级致癌物。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据,食管癌是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前五位之一,并且全世界的食管癌患者中,有一半来自中国。 因此,为了大家的健康,吃饭时建议提前把汤盛出来,放置五至十分钟后再喝。 四,放点中要更养生。 作为冬季进补的佳品,各类汤品成了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,即鸭鹅牛羊肉搭配各种名贵药材包成的滋补养生汤,不仅味道一绝,还暖心暖胃。 但并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煲汤,乱用药材可能会煲出孟婆汤。 很多人煲汤时喜欢添加一些中药,以达到养生的效果。 然而因此入院的报道也不少见,很多人煲汤喜欢放一些中药材养生,但是是要三分毒,药食同源的食物也要注意用量。 需要调理时,最好咨询下中医师,喜欢用中药煲汤,乱用天方,很可能由于药材识别不当,直接损伤肝脏。 因此,不建议大家盲目添加中药,自行煲汤或服用。 无补钙就喝大骨汤。 不是,在一些老观点里,一直认为骨头汤是个好东西。 骨头骨油都是钙,拿来熬汤岂不是大补。 想多了,骨头汤好喝是好喝,但补钙的作用微乎其微。 骨头是钙含量高,但是特别特别难溶解,更别提要吸收了。 据检测,一公斤排骨熬成的骨头汤中,钙含量只有15毫克,不及骨头中的万分之一。 至于骨髓骨油,其实是脂肪含量居多,吃了还容易长胖。 六,饭前喝汤比饭后喝汤好。 有人说,饭前喝汤,能够让胃少点容量来装饭,有助于减肥。 但实际上,胃传输到大脑告诉他装不下需要20分钟的时间, 也就是说,喝了汤,还得等20分钟再吃饭, 能不能忍住就看你的了。 而饭后喝汤则容易导致过量进食,想想那20分钟。 所以,到底是饭前喝还是饭后喝,就全凭个人喜好了。 健康喝汤,做好这三点。 虽然汤不如肉有营养,但喝汤就像喝热水一样,是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。 一喝汤,也要吃肉,毕竟,对人体好的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。 二,少放盐和油,盐多,脂肪多的汤,对控血压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都有不利的影响。 三,别喝太烫的汤,天冷,大家都想喝点热的,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到,汤温度太高,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。 建议大家喝的汤,最好不要超过65摄氏度。 虽然汤很鲜美,能暖身暖胃,但为了健康,还是要,少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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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生活中,我们对于食物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误解。 这些误解可能来自于个人感受,可能来自于口口相传,但大多都没有科学依据,也并不适合拿来作为指导生活的准则。 我们不需要赋予某种食物过多的功效,价值,意义,把它捧上神坛。 很 bueno,这是一段�이合影的量子进? 零,正好。 100的文章 从来,说明知一地,最最中听的。 你为 conceive,是开。 传三各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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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ater contextual辆。 从来,将公民之 Chat的jack方西组织主持织出广药去官大使 잡让 harm š衔夫 writer则, 的位置,经过虚子来智子 chorus。 你有任何关系全部挑nnote你认识票,